議員好 處長 台北市的企業公司企業的登記 你是主管器官嗎 是在登記這邊是在商業處這邊 有提供登記服務 那這些公司航號的目的主管器官 有如何分類 一般來講他如果有些是特許行業 在一般的特定目的事業 他本身就特定行業的話 有些特許的部分就會以特許的去處理 那如果在一般的登記上面 雖然是在商業處理窗口 那如果有涉及到相關的法令的話 也會在各個法令上面去找到他的目的事業主管 台北瓦斯公司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重要是哪裡 還是會在經濟部 如果他是針對登記會在 台北市是哪裡 地方是哪裡 就會在產業局這邊 就會在產業局這邊 我把你放在這裡放在這裡 報業 我要私事我們產業局在督導 產業局 那畜牧公司呢 畜牧公司的中央在哪裡 處長 跟畜牧報 如果畜牧的話是農業就會在農委會 在台北市是哪裡 哪裡是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處長 在產業局這邊也會有一個農業課 去對應到中央是農業的部分 請問一下農牧產業 目的主管事業機關在哪裡 就會在產業局的農業課 文化 還有 文化事業呢 裡面一般來講大會是 包含官傳跟文化都有可能會遇到 這裡面有一些比較介紹 運動產業 會以那一個體育局為主 可是它也叫產業啊 是 不是產業局嗎 沒有 就是有些特定的行業 還是有它的這個 創投產業 我們產業局啦 不過創投它基本上 沒有特意把它講成是一個產業 它的公司行號登記還會是在商業 商業處這邊才管理 農牧產業是產業局 農牧裡面農事產業局 木的話是動保處 所以不是你的喔 所以剛剛 剛剛處長是回答錯囉 沒有 他剛才講的是農業部分 就是我們的農花科 我剛剛問 好啦好啦 教育事業是教育局囉 是 是 一般投資公司 投資如果以一般來講 如果它沒有一個目的失業的話 也會 如果以一般的投資的話 在中央會管比較多 像金管會等等 那如果對應到 一般投資公司中央是金管會 不是吧 一般投資業務的公司 中央的目的失業主管機關 是經濟部啦 喔是經濟部 經濟部啦 是 地方政府是誰 只要對應經濟部的 都是我們產業局啦 蓋稱啦 只要對應經濟部的都是產華局 原則都是產華局 那但是因為有的法有明定 有的法沒明定 譬如說 剛剛提到的那種創投公司 它並沒有特別法去規範 所以它基本上是還仍然以一般公司來管理啦 如果創投公司裡面的主要業務 是針對特定 譬如說 這個創投 它主要投資是針對 新的藥物的開發 這創投 然後它的目的 主管是事業 目的的事業主管機關是誰 藥物的話會涉及到是衛生機 可是它公司沒有寫藥物啊 它而且創投產業啊 是 那怎麼去規範 一般的創投公司 它就是依照傳統的公司法的管理 登記 都是在商業處這邊 公司登記 但是目的事業的主管呢 跟依照發就會很多元 所以對這些主管對應的話 其實也是需要主意主意 再去做釐清 因為有些是比較新的行業等等 這方面確實是有很多需要去做釐清對應 你剛才說的 當時台北市去登記 產業發展局 其實是錯的 在組織 台北市的組織 去登記一個產業發展局 是錯的 像六都哪一個 哪一個縣市有產業發展局 其他的六都都是叫金花局 經濟發展局 就經濟發展局 它對應經濟部的業務 所以叫經濟發展局 只有我們用產業發展局 是 那很多公司都加個產業兩次 都要由你去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囉 如果不是特殊性的 一般的對口都還是我們 好 今天 一家單獨的 一般的投資公司 他登記在商 在經濟部也好 在商業處也好 登記的營業項目 叫做一般投資業務 那投一般投資業務 他可以專門去買賣股票 請問他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是誰 請問 我們這邊沒有特別去管這塊 那這種狀況之下 他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誰 OK 這也是同樣一家投資公司 他登記營業事項 也是一般投資業務 他專門在投資買賣不動場 然後 請問 他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誰 不動場會涉及到 好 也同樣是一家投資公司 他的登記事項 也是一般投資業務 他對新清的醫療做了全面的投資 請問他的目的主管事業機關是誰 找不到答案 我早上為了這個 還找了快遇師去討論 真的找不到答案 萬一我比較責一點 把每家公司都加一個產業兩個字 你產業期喔 不可以試啊 阿若 我在營業項目 就對一般投資及產業經營 你的產業發展期 所以你看六都裡面 除了台北市之外 沒有人有產業發展局 大家都登記 經濟發展局 叫中間不是 因為我們是全台灣第一個成立 所以那時候叫產業發展局 那個時候 那後來新成立的都全部叫精華局 所以在這個時候其實出現兩個問題 很嚴肅的問題 台北市全國 最繁榮的工商業經濟 中心 可是很多產業 很多行號公司 找不到目的事業主管器官 我剛剛問你幾個你都答不出來 不要你答不出來 很多快樂師也答不出來 甚至早上還有快樂師跟我說 在建設局 在台北市的精華局 我說台北市沒有精華局 我說台北市也沒有建設局 所以 聽聽聽嗎 是 在我們在短短的幾分鐘的對答 事實上 是 值得重新討論 產業發展局 的定位 或 局處名稱的研討的時刻 是要研討的時刻 第二個 我還是要跟處長 討論 只要是 投資公司是一般投資業務 一般產業業務 一般買賣業務 一般企業經營業務 都是你的目的主管 目的事業的主管器官 都是你的主管業務 懂不懂 就像局長剛剛講的 只要隸屬在精華局 中央為精華局的 地方對應的 就是我們產業發展局 其實不是這樣 對 只要經濟部的原則上 都是由我們對應 你不要一問三不知 你當個處長那一問三不知 要研究啦 所以我今天特別提出這個問題 要給產業發展局 從內部 所應該督導的 在台北市行政區裡面的 企業 包括公司 航澳 任何商業行為的 相關應付責任的 目的事業的督導管理 把它明定化 好 因為你處長不知道 也應該啦 我問了你們科長 問了你們專門委員 問了你們 懲罰人員 也講不出來啦 那應該把它明定化 好不好 是 把它通給檢討 公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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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個 也請局長 能夠找一個適當時間 對我們的部門 台北市政府的組織 的部門 尤其產業發展局 他的民生的適合性 做一個廣泛的討論 是 好不好 是 好 請回去 謝謝